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这件事 王立军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扭了而来 大家针对的都是薄熙来会怎么样 薄熙来会背怎么样 薄熙来有什么样的动作 包括就在上个周末 薄熙来最终还是跟加拿大的总理哈勃会面了 这样一连串事情的发生 让世界各大媒体观察家评论员 大家到底怎么看 成为了整个事件的焦点 因为习近平将在14号这天 2月14号这天 情人节这天出访美国 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 我觉得这个状况 或者说这种新闻度 就提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 也正是基于这点 那今日点击 在我们后面 大概这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头 我们做成一种特辑 每天出三级 这样的特辑 主要是针对这件事情 跟大家最快的时间 最可能的详细分析一下薄熙来的走向 或者被走向 甚至共产党会怎么样 或者党的利益 党后面的动作会怎么样 那我们别的不说了 今天我们主要针对薄熙来跟加拿大总理会面了 这件事情突破了很多媒体的对这件事情的猜测 使得整个事情进入了一个新的概念 到底中共最高层对薄熙来是怎么样 薄熙来跟王立军之间的这样的连带关系 是被斩断了呢 还是后面怎么唱这台戏 法广有篇文章 它实际转载的呢 是加拿大的新闻社的一位记者 这位记者有机会参加了整个薄熙来跟哈勃的会面 这个参加的过程实际前后大概只有五分钟 但是起码他是现场中的一个人 所以把他的报道跟大家披露一下 那我们就看看 法广是怎么报道这件事情 文章的题目呢 是这么说的 加拿大媒体说 哈勃和薄熙来两个人没有握手合照 薄熙来对笑话没有任何表情 文章讲说 加拿大新闻社的记者斯蒂芬尼 他描述说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加拿大总理哈勃的11号的会面 脸上看起来没有任何受到最近不利消息的影响 但是两个人没有按照惯例去握手合照 而当哈勃讲了一个玄外之音的笑话时 薄熙来竟然毫无表情 那哈勃多尴尬 文章讲说 哈勃之前会见其他政治领袖时 都有合照握手 但是这次没有 哈勃与薄熙来握手时 没有拍照 两个人的会谈在记者的视线之外 那大家就可以明确的感受到 整个这件事情薄熙来露面了 但是薄熙来的露面受到了大大的限制 谁限制呢 党的最高层 政治局常委这一层面的人一定下手了 这件事情的影响太大 而哈勃 我个人认为 哈勃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 哈勃讲了一个笑话 当时哈勃这么说的 加拿大人只会关心熊猫的 其他的事 加拿大什么都不管 这是一句笑话 悬外之音 但是呢 薄熙来没有任何心情去回应 去说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可想而知 为什么薄熙来露面了 在此之前 网上包括BBC都有评论说 哈勃跟薄熙来是否能够会面 这对薄熙来讲 薄熙来来讲是一个征兆 薄熙来到底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明确的征兆 但是呢事情发生呢 是顺着这个安排好的事情发展下来了 到了会面 到了这一个层面 但是整个记者被严控了 也就是说 整个会面的状况 不能够被披露出来 最大限度的压低薄熙来的曝光程度 我个人认为 是因为这件事情 整个是国际社会的吵翻了天 所有人都在盯着 第一个 第二个 习近平2月14号将出访美国 习近平出访美国 其实跟前面有一个消息 李克强本在3月份计划去俄罗斯的 所以这两个人是18大被确定下来的 一个是主席 总书记 一个是总理 所以应该是作为接班的前幕 习近平去美国 李克强去俄罗斯 这样来平衡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 第二个 是为了这两个人在接班之后 能够跟其他的主要的国家的领袖们 前面有一个接洽 这种接洽和练习的成分 远远高过于他实在的内容 你让我说他没有任何实在的内容 但是李克强遭到了普京的拒绝 因为普京现在压力巨大 他已经没工夫离李克强了 而习近平在出访美国之前 受到了如此事件的影响 大家可想而知 习近平将面对什么样的局变 王立军在24小时在美国领馆里面 讲了什么 而这些东西是否习近平在访问白宫时 在访问美国时被问到 而王立军讲的事情 一定是他认为美国政府有这种资格 或者说美国政府感兴趣出手干涉才对 相信这样的分析大家都能认可 也就是说中共在接班这件事情上 受到了巨大的挫折 不想把事情弄得更麻烦 不想让习近平在2月14号 这个日子 全球的情人会面的日子里 弄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 所以才让薄熙来会面 但是连握手的镜头都没有 其实不单握手的镜头都没有 连重庆日报 薄熙来控制的报纸 都没有正面披露出薄熙来的样子 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局面 或者说现在的我们看到的事情的 背后的真实故事 美国之音针对这件事情也写了一篇文章 文章是这么说的 薄熙来如期会见哈勃的舆论影响 上来就先提到说采访受到限制 这个我们在刚才那篇文章里已经提到 他整个采访被受到限制 另外一个他提到说标杆与切割 这里他主要讲到 那薄熙来允许被会面 是表明中共的最高层 把他跟王立军事件分割开了 他是这么来判断 我个人说这太幼稚了 我个人说 如果不让薄熙来会见哈勃的话 这件事情就简单化了 到薄熙来这就完了 让薄熙来会面了 是说明牵扯到背后的因素 远远超过薄熙来本身了 在中共的最高层 政治局常委这一层面 包括过去历届 今天还活着的各大家族 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全掺和进去了 没有结果才会出现 让薄熙来露面的场面 美国之音呢 也采访了当地的一些普通人 希望得到民间的一些看法 其中一位姓鲁的军民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应该说薄熙来与哈勃会面 对稳定语论有一点帮助 但是很可能是短期的 也就是说建完哈勃之后 薄熙来会怎么样 很难判断 对于稳定重庆这一块民心来讲 短期内是可以起到作用 这是重庆人针对自己的事情 其实重庆薄熙来死活 重庆不会怎么样 网上还有条消息说 在星期日这天要有人在网上号召 百万重庆军民欢送 或者说支持薄熙来 薄熙来从大连出来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十万军民欢送薄熙来 薄熙来疯了 我跟您说疯了 跟卡纳菲能有两样吗 没有 一个地方官员 一个市级官员 一个到了重庆市的话 变成一个省级官员 敢号召当地军民去给自个儿忽悠 在独裁的党的体制当中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但是他敢干的话 就说明中共体制内部完全是崩溃的 和军阀的内在实质 地方格局在薄熙来这 已经完全形成了 他如果这么多人出来上街的话 真的当时敢给他弄搂 有人如果敢干的话 就把他抓了 但是我们到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看到薄熙来没敢 而另外一位姓邓的朋友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个人感觉中共现在是欲盖弥彰 薄熙来现在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他们现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是指中共自己了 为了中共各家族之间的权力 彼此斗争 老百姓只能看一看 笑一笑 又能怎么样呢 我觉得老百姓看得很清楚 那苹果日报呢 针对这件事情也写了一篇文章 他分析的有他自己特别的地方 文章题目就叫做 严控采访 所以这就是真正的严控 这就是我刚才分析到的一个概念 露面是为了国际社会当中 不让很难堪 为了习近平出访美国 能有一个台阶下 网上我还看到另外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是重庆日报 在登出来 关于哈勃访问重庆的消息 里面没有哈勃 跟薄熙来握手的照片 有的是哈勃夫妇抱着熊猫 大家弄明白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熊猫的位置 把薄熙来的位置给占了 文章里也提到说 王立军出事之后 传北京对薄熙来做出了限制规定 可以出境 可以露脸 但不能出国境 这是提出的要求 对他宣传报道 要经过北京同意 所以在昨天 也就是哈勃 跟薄熙来会面时 在官方的新华社的稿件出来之前 当地的重庆媒体 包括重庆卫视 包括重庆的华龙网 以及重庆日报 都没有披露出相应的消息 就是我刚才说了 当然有张照片 重庆日报登了 哈勃跟太太抱着熊猫 没有薄熙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惑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